大道六地区是我们国内文担的重要三地区 今年的三両都到4,189斤 为八月中选开始,农民就留宿来进行采取 虽然近一阵子有约到楼大河,甚至有风太坚固 不过好价值都对文担的影响不大 今年,大道市公所,特别总统文担制 结合加价人文企业 为八月31户开始,连三两天 除了文担的电视华东以外,还有安排采取和运动比赛 非常适合专业大学,做回来企业采取 无论当时,到了文担的三举 今年中三両都达到事情华东 凭一位市区追逐的油画,在多亚都未在一堂起跳 大列的没有香菇Q,四列的没有吃到老藏以外的情地 老藏的比较大了 有30年的老藏,也有50年的老藏 吃起来,如果香菇十足,口感也是一定他的好资 今年大陆文担,大陆市公司也有几个结合,设备这家都开博的价值 人文市集联合行销 希望好民众来这里能够吃饭,吃鸡,还能够在这里采访文担 包括幼稚的风筝,郑送,还有我们的台塑企业 他们也有苹果剧场每年来这边表演都造成非常大的轰动 还有我们的市长辈的幼稚节的溜冰赛 还有人文市集很多的文创商品 我们的道路市公所很用心,所以一定要来吃文担 吃文担不用钱,要买文担就来参加我们的文担市集 甚至来逛所有的文担节,要买要快哦 除了大陆有所在偷好花设备 明日在外当现场可以欣赏到地名教团的演出 儿童剧里边他们要演出的内容是英雄半半拍 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教育的一种内容的电 四年近一段落大后又有风胎 不过以前没影响到今年以外的品质 想要品味以外好主意的民众可以担这时来采港 要回家再放几天,就能吃到最早的导致文担 记得台语从不得